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财经动态栏目》 我是晓翔 今天是4月6日 礼拜四 礼拜三美股主要指数收跌 今天公布了两组经济数据 私营部门新增的就业人数 和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 最新数据反映美国劳动力需求 继续显示出放缓迹象 而非制造业指数也出现了意外下跌 预示经济疲远的数据 令市场预期紧缩的政策 可能会在今年下季转向 今天有两组经济数据出楼 一个是美国3月ADP私营部门就业人数 增加了14万5千人 但大幅低于预期的21万人 同时3月工资增长放缓 反映出劳动力市场需求 出现了一些降温迹象 按行业来看 3月美国休闲和酒店业的招聘人数增加最多 但制造业、金融活动 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领域的公司 就削减了工资 ADP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son表示 3月份就业数据是反映经济放缓的讯号之一 在经历了3个月的平稳期之后 雇主正在从过去一年的强劲就业招聘 和身资增长当中退出 ADP报告是星期五 7日劳工部非农就业报告的前哨 虽然ADP通常被视为更广泛就业趋势的指标 但这两个数字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星期三ISM还公布了 美国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 即是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指数 包括农业、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 批发贸易和零售贸易等 3月数据出现意外的显注下降 自3个月新低 美国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为51.2 大幅低于预期的54.6 也都低于2月的55.1 50为该指数的荣夫分界线 3月的数据表明 虽然服务业PMI仍然处扩张区 但企业和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 其中新订单扩张速度大幅放缓 3月新订单指数是52.2 较2月的62.6步跌10.4个点 创下3个月新低 新出口订单步跌18个点 创有纪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从2月的61.7跌至最新的43.7 表明海外需求涨降 不过好的一方面是 3月的原料价格指数 从2月的65.6 大幅回落6.1个点 至59.5 为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 成本增加的速度显著放缓 预示着通胀压力放缓 服务业通胀也都一直是 美联储官员的主要担忧 他们担心劳动力市场吃紧 可能会使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 数据公布后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 美联储观察工具 5月2日至3日会议之后 美联储不加息的可能性 大约从前一日的43%上升至57% 市场还预计 美联储最早将会在7月份 开始放松政策 但克里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 礼拜尔认为 尽管经济似乎走上了放缓的道路 但美联储可能还会进一步加息 他认为联邦基金利率年前应该升至5%以上 而目前利率为4.75% 今日美债收益率继续下跌 接近今日尾盘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了4.08个基点 报3.29%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跌5.78个基点 报3.78% WTI5月原油期货收跌0.1美元 跌幅0.12% 报每统80.61美元 布伦达6月原油期货收涨0.05美元 涨幅0.06% 报每统84.99美元 Meta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将其人工智能商业化 用于生成广告图像 TrackGPT的出现 掀起了一阵人工智能狂潮 Meta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 将它专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商业化 用于生成广告图像 今日Meta公司首席技术官 安德鲁博斯·旭斯 在东京接受采计时表示 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10年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研究机构 有几百人的团队 几个月前 Meta更加是创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团队 公司将会专注于建构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工具 Meta股价今天下跌了1.51% 实际上在去年11月份 Meta也推出了自己的聊天机械人Galactica 可以用来赞写出论文 解决数学问题 生成电脑代码以及全式图像 但短短几日后 Galactica就因为大量的胡编乱造 事实性错误而被下架 在今年2月份 Meta发布一款新的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Lama 博斯奥斯表示 Meta的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广告的有效性 部分原因是告诉广告商 在制作广告时应该使用什么工具 他预计该公司今年将会推出一些 使用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 这样可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广告业务 他说 公司不需要在广告活动当中使用单一的图像 而是让人工智能为不同的受众 生成不同的图像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广告是Meta公司收入的一个支柱 这家公司希望最终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他所有的产品和服务 包括Facebook和Instagram 在已经花费数以十亿计美元 试图构建元宇宙后 朱克伯格此前表示 将会更加专注于人工智能 将人工智能整合到Meta的应用程式当中 是今年的首要任务 据彭博社报道 瑞银集团董事长 Kam Kallagher在礼拜三的股东大会上表示 不包括结束投资银行业务在内 整合瑞讯集团将会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 即使有政府的支持和托底保护 但整合两家银行的业务 仍面临巨大的风险 Kallagher说 瑞讯曾经是瑞士经济的标志 在瑞士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作用的一家银行 但瑞讯将不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 股东可以以每22.400股瑞讯股票 换取一股瑞银股份 此外 彭博社的另一篇报道就指出 看似瑞银和瑞讯被安排了一场闯处的原因 但瑞银早在2020年就开始研究收购瑞讯的可行性 今年年初 瑞讯爆出巨额亏损超过70亿美元后 瑞银加快了应急计划 和收购瑞讯的筹备工作 到了今年3月15日 曾经纸面上的研究就转成了实战 报道还指出 当美国区域性银行爆发的信心危机蔓延到瑞士时 瑞银其实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报道 埃克森美孚公司退出了在巴西探陷石油的大型活动 巴西曾经是埃克森美孚 未来大部分生产所指望的三个地理区之一 另外两个埃克森美孚投资的地理区域 是归雅那和美国的叶岩区 表现相对较诫 那又为什么要撤出呢? 报道指出 在第三次未能找到足以商业化开彩的原油数量之后 这家游戏巨头已决定停止转探 海上转油成本非常高 埃克森美孚已在巴西海域转探投入数十亿美元 但一直未能够取得重大石油发现 除了巴西 埃克森美孚第一季度仍然获利 因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放缓 将较去年创纪录的水平下降了大约百分之二五 埃克森美孚股价今天上涨超过百分之一 自从前总统川普上个月 被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以来 他的财富就又受到了影响 据霍氏商业频道的报道 他的净资产从去年秋季的32亿美元 跌至余金的大约25亿美元 报道指 自2021年底创办Truth Social以来 川普在该项目上损失了大约5.5亿美元 报道还说 川普为建立Truth Social社交媒体平台吸引支持者 特别收购了SPEC公司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Corp 令该公司股价曾在短短的48小时内 从每股10美元飙升至175美元 当时该公司市值为220亿美元 川普的份额为190亿美元 2021年12月 一群投资者承诺提供10亿美元现金 来资助Truth Social 当时股票在公开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为45美元 根据协议如果股价保持在10美元以上 新投资者将会获利 目前美国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 和金融监管机构正在审查该业务 包括这个SPEC公司和川普之间的交易活动和通讯 根据华士汇篇的数据显示 DWAC股价已从高点下跌超过九成 今日该股股价又下跌了3.21% 收报13.500美元 面对来自直接竞争对手UPS 和亚马逊不断增长的送货服务竞争 以及送货需求降温和全球经济衰退威胁 Fedex正在加速减少管理费用 联邦会第星期三表示 计划到2025财政年度末 削减40亿美元永久性成本 该公司股价星期三上涨超过1% 该公司高层上个月表示 他们有望在截至5月31日的本财年 实现10亿美元的永久性成本削减 这样让联邦快递潮着 2025年的成本削减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这些成本截省主要来自Fedex的速递部门 该部门提供次日送贷服务 占公司收入的最大份额 削减成本行动包括该公司 在2月宣布将会裁减 一成以上的高层和董事职位 退役了旧的MD-11飞机等 此外在公司结构重组方面Fedex表示 最终会将Fedex Express Fedex Ground Fedex Services和其他Fedex企业 并入联邦快递公司 并将会由现任CEO 苏布拉曼尼安领导 财经资讯就分享到这里 本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 不构成投资建议 感谢你的收看 财经动态将会在美东时间 礼拜一到礼拜五 为你带来全球最即时 最真实的市场资讯 以及经济热点议题 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 欢迎你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